图骑这颗67瓦在15 27 36 这几个负载档位波形它是有跳动的 如果这种波形能够优化再修整一下 整体的素质还能更上一个档次 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大直播间这一款图骑67瓦的充电器 几乎被吹成了神级单品 便宜全能还能打大功率 听上去简直是完美 但真相到底如何 直播间的热闹 往往和实验室的冷静是两回事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台捧上天的充电器 放到标准化的测试环境里 协议识别兼容性功率稳定性 转换效率温功表现逐向过招 吹爆的产品往往要接受最冷酷的考验 到底是真材实料还是流量滤镜 咱们数据说话 如果它真有实力 我会第一个承认 如果是须有其表 那也逃不过显微镜般的测试 后面还有拆解片内部用料如何 咱们会彻底的掀开它的盖子 给大家看 我们先开箱 包装盒 橙色加白色的配色 图奇的标识 淡化加快充充电器 充电器的实拍图片 这是产品的特色 背面是规格信息 还有一个充电场景图片 我们打开包装盒吧 一本用户手册 充电器本体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装充电器的卡座 拿出充电器本体 折叠插角的设计 三个充电口两个C口一个A口 内部舌片都是橙色的 这边是亮面的设计 两侧做了纹理设计便于把插 图奇的logo 67瓦标识 充电器的宽度为42毫米 厚度为33毫米 高度是61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77.8毫米 充电器的重量是110克 光面的外观 好看是好看 容易沾指纹 容易刮花 外观我们简单看一看 我们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 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先看它的规格信息 67瓦单化价快充充电器 型号为TCT67-22CN 输入规格是100-240V 全球电压 输出规格 CEC2口 最高功率67瓦 USB-A口 最高功率30瓦 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 我们后面再测试 输出总功率67瓦 制造商 深圳市 图奇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 请勿扔像垃圾桶 3C认证 室内使用 双路绝缘 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循环10年 这个循环10年 是代表着10年类 不会有有毒物质泄出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 三个充电口 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是充电器 Type-C ECO的 快充协议的情况 QC3.0 5V 9V 12V 3.6V-20V 华为FCP 最高功率18W 华为的SCP协议 最高功率22W 三星AFC 最高功率24W PD 3.0 67W PBS QC5 PD 3.0 点击具固定档位 5个 最高20V 3.35A 67W PBS 3.3-11V 的4.5A 和3.3-20V 的3.3A 两个PBS 档位 DCP Apple 2.4 两个基础协议 这个是Type-C 二口检测出来的协议 它内部的协议是跟刚刚的Type-C一口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USB-A口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个充电口除了没有PD协议 其他的协议跟前面两个充电口一模一样的 充电器好不好用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它的兼容性 首先从离架的设备开始 看它能不能启动PBS快充 可以启动PBS 最高的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 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同样是启动的PBS快充 这个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瓦左右 这个不是米家的私有协议的PBS 这个是公版的PBS快充 我们用这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 启动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 这就是华为公开版的22.5瓦协议 Type-C二口也是一样的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1瓦左右 A口我们就不用试了 一样的 我们用这一部荣耀200来验证一下 荣耀的PBS有没有缺失 Type-C一口启动超级快充 Type-C二口同样是超级快充 没有启动PBS 这部手机为三星的骆驼10家 我们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2.0 没问题超快充电2.0 但是这个功率只有17瓦左右 Type-C二口这里显示了 PBS的快充已经开启了 但是这个功率还是没有起来 应该是没有5A的PBS的原因 这部手机为绿场的设备 它可以支持PBS 也可以支持UFCS 但是这个充电器本身是没有融合快充的 我们先看Type-C一口 启动超级闪充 这个就是启动的PBS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瓦左右 这就是33瓦的PBS Type-C二口也是一样的超级闪充 功率的话同样是27瓦左右 绿场系的手机我要提醒一下 仅支持融合快充的型号的话 用这个充电器功率不会很高的 只有10几瓦 只要是新款的设备都可以启动PBS的33瓦快充 这部手机为蓝场的设备 PBS快充已经启动 这个启动的是PBS45瓦 因为它本身没有100瓦的PBS 所以说能启动到45瓦也算是可以的了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45瓦左右 刚才测的是Type-C二口 我们现在看Type-C一口 同样的启动了PBS快充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45瓦左右 还是那句话 蓝场的PBS兼容性可以说是做得很好的 由于这个充电器它不支持融合快充 我们就采集它的PBS最大的功率 用这个蓝场的手机 然后就是采集苹果的充电数据 看充电曲线就能看到这个充电器实际的充电效果 目前这个iQOO NEO10只有1%的电 我们采集它完整的充电曲线 这个iQOO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一分半钟为预充电时间大概是20瓦的功率 后面平均功率在45瓦左右 一共坚持了27分钟时间 在28分钟的时候充到了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完整的充电时间是41分钟 45瓦的功率充41分钟 速度还算是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给这个手机充电时候的温度情况 采集线踩到它最高的温度是39升值度 充电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15度左右 这部手机为苹果16plus 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部苹果16plus已经充到100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走的不标准 完整的充电时间是1小时58分钟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来看前面6分钟的 插入充电器 前面1分钟是基础功率 然后转到15V的高功率阶段 但是这个功率没有爬起来 迅速的就掉到了12瓦的功率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咱们就重新拔插了一下 功率的话还是只有12瓦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充电口 它还是只有12瓦 第三次的话 我就更换了一条库代科的充电线 换了一根线过后 功率就起来了 然后就进入了第一阶段的功率充电 我们看这个0到80的充电曲线 28瓦的功率 它只持续了4分钟时间 正常的话应该是持续11分钟左右 然后才会逐渐的下降功率 到第二阶段21瓦的功率 这个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1分钟左右 是正常的 第三阶段是15瓦的功率 持续了7-8分钟 最后是9瓦的功率 持续了6分钟 冲到80% 转为5V的基础功率 就是因为它第一阶段的功率 持续的太短了 所以整个充电时间就拉长了 正常的完整充电时间是 一小时40分钟左右 给这个苹果手机充电 最高温度是在35摄氏度 咱们室内的温度现在是17度左右 两部手机测试下来 看来这个充电器还是有一点点挑衅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对这个充电器上级型了 考验它的PD67瓦 长时间输出能力 这项测试能过的话 就说明它可以应付 65瓦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充电 25 3.35A 67瓦的满功率 大家看一下 67瓦的功率到现在还没有停 我们来看充电取决图 非常平直 真实功率是67瓦 一直运行了一个半小时 没有调功率 我考验测试都是把温度曲线图拉平直了 基本上就可以停了 我们来看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是在57摄氏度 没有超过57摄氏度 同时我用热像仪也采集了三张温度图片 采集线附近最高温度60.8摄氏度 另外一面的温度最高温度是63摄氏度 充电口附近的温度为72.6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环境温度为17摄氏度 如果环境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的话 它的表面温度也会相应的增加个8摄氏度左右 我们用三个充电宝来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 首先Type-C一口 我们启动它的67瓦 我们再接上Type-C二口 像这个归零的情况就是断连了 变成PD45瓦 这边就是PD20瓦 我们拔掉C二口 变过来了 归零重新调整功率变成67瓦 反应有点迟钝 我们再看C二口的情况 同样是先启动C二口的67瓦 接上C一口 归零就是断连了 大家记住 它始终是C一口优先是走大功率 C一 C二在输出的时候 我们接上A口 C一口不变 C二口立马断连变成5伏的基础功率 和A口是同一个降压模块 我们用两部手机再来验证一下 它的会不会断连的情况 这部小米手机启动了PBS 有27瓦的功率正在输出 我们这个时候接上一部华为手机 迅速归零 重新启动 归零就是断连 但是功率还是会调整回来 还是267瓦的PBS 这边就是走的华为的SCP 22.5瓦 我们现在来测试 这一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它可以支持全球电压 我们110、220都要测 首先是110V 60Hz的状态 经过十多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为0.2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49.2瓦 这边直流输出45.4瓦 折算转换效率80% 27瓦功率 110V输出32.1瓦 正面直流输出27.4瓦 折算转换效率85% 36瓦功率 110V输出41.3瓦 正面直流输出36瓦 折算转换效率87% 45瓦功率 110V输出51.1瓦 正面直流输出45.2瓦 折算转换效率88% 67瓦功率 110V输出74.9瓦 正面直流输出67.4瓦 折算转换效率90% 现在是22550Hz状态 它的待机功耗 经过十多分钟测试 约为0.27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225输出19.2瓦 正面直流输出15.4瓦 折算转换效率80% 27瓦功率 225输出31.9瓦 正面直流输出27.4瓦 折算转换效率86% 36瓦功率 225输出41瓦 正面直流输出36瓦 折算转换效率88% 45瓦功率 225输出50.7瓦 正面直流输出45.2瓦 折算转换效率89% 67瓦功率 225输出74.7瓦 这面直流输出67.4瓦 折算转换效率跟110瓦一样 90% 这个充电器最后一项测试 就是它的纹波测试啊 看看有没有直播间里吹得那么牛 首先是Type-C ECO 15瓦功率的时候 纹波最高25.8毫浮 平均纹波23毫浮左右 2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32.5毫浮 平均纹波29.7毫浮左右 36瓦纹波最高的时候41.2毫浮 平均纹波35.9毫浮左右 45瓦功率 纹波最高的时候44.2毫浮 平均纹波39.9毫浮左右 6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34.8毫浮 平均纹波30.3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测试Type-C ECO的纹波 15瓦功率的时候 纹波最高27.2毫浮 平均纹波22.9毫浮左右 2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32.1毫浮 平均纹波28.9毫浮左右 36瓦纹波最高的时候36.9毫浮 平均纹波33.8毫浮左右 4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42.5毫浮 平均纹波36.8毫浮左右 6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35.9毫浮 平均纹波30.4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测试ECO的纹波 15瓦功率 纹波最高34.7毫浮 平均纹波32.0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纹波最高的时候46.3毫浮 平均纹波42.0毫浮左右 30瓦功率的时候 纹波最高46.3毫浮 平均纹波41.2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器整体纹波测试下来 确实是没有问题啊 都是在50毫浮以内 中低功率 再修正一下这个波形的话 这个充电器就完美了 所有的测试都已经测试完了 这一颗突起67瓦 在直播间里被吹成了神级单品 但是经过咱们这一套 标准化的测试之后 今天我们把结论可以讲得很清楚 它确实有亮点 但也绝对没有直播间说的那么神 先从它的强项说起啊 给Vivo的新款PBS充电 它的调压曲线比我的预期还稳 整个功率轨迹干净 无挑变 属于在这个价位里面难得的好表现 67瓦满载1.5小时 没有断功率 壳底的温度63度 充电口温度72度 虽然热 但是扛得住 温波方面 全程没有超过50毫浮 尤其是67瓦满载那一档 波形平直的不错 说明它的重载架构是靠谱的 但是这个家伙的短板也是同样的明显 三个充电口全部都有SCP的协议 导致荣耀的PBS拉不起来 它是PD公版协议的 PD协议的充电调教不够理想 给苹果16plus充电的时候 我需要换线材 换端口 功率才可以拉起来 0到80的高功率阶段 只剩了4分钟时间 对于苹果用户来说 它可以用 但是用起来不爽 更不是直播间里面宣传的什么 全生态完美适配啊 这里我要提醒一句 也是我们频道一直坚持的判断方法 文波不要只看数字 看波形才是关键 一毫秒实际下 波形越平直 周期就越稳定 对手机的电池就越友好 真正伤电池的是那种乱跳 有毛刺的波形 比如说苹果的20瓦 30瓦 40瓦 风风值上百毫浮 但它的波形干净的像直尺一样 所以对电池是几乎没有伤害的 突起这颗67瓦 再15 27 36 这几个负载档位 波形它是有跳动的 如果这种波形能够优化再修整一下 整体的数值还能更上一个档次 所以咱们今天的结论很简单 它不是直播间里面吹的神 也不是插货 安卓PBS可以买 vivo尤其友好 苹果生态 荣耀生态 就不要抱太高的期待 下一期我们就会把它拆开 把直播间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完整的展示给大家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证车载客观出出 我是迷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有你们的陪伴 才由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